hello大家好我是潘大树 欢迎收看本期视频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Miracle对阵DK的第三局下半场 好的这边看到了我们Miracle的图夫 看一下是谁啊 还是小陈 小陈选择了捷克 带的是插眼 这张地图插眼当然可以啊 但是我现在感觉就是插眼 可能节奏不一定跟得上 诶这边 调香师插个眼 能照出调香师吗 感觉应该可以吧 这调香师还躲在下面 不对 他好像卡了一个极限距离 这调香师没有被发现 哇 这也是运气好 这刀物人没有甩中 这运气有点好啊 这调香师刚才如果被发现了 感觉至少要受一刀 就是你浇个香水 可能不一定有用 因为你在第二身的楼梯口 捷克只要进去 至少至少是一半伤害 然后倒的可能会就比较快了 这样的话这里应该要打一个实体刀 不是很舒服啊 不是很舒服 没有闪现的捷克在这边插眼 想要打一个杂技演员 很难很难 就是你每20秒有一次误认的机会 飘它 飘得到 当然很好 飘不到 你又再再等20秒 也就是说你飘 对吧 飘 飘一次 没有 再飘一次 没有 你就炸了 应该没有封窗吧 没有封窗 好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打这张地图都带闪现的缘故了 因为有些点 哇 这刀污刃差一点点 小陈也是特别拼啊 这个地方没办法了 因为你这刀打不中 你再追过去 它那边交个弹什么的进大房 依然不好抓 这刀污刃就是拼一强 拼得到 拼 拼不到 反正我再等20秒 这刀污刃应该是要击倒了 但是整体下面节奏应该三台电击起跳了 一刀污刃 好的 这边也是没有跳过去 不过都一样 反正有污刃基本上还是得倒 这里一条 要是电击也开掉 三台电击起跳这局基本上就是保平局了 想要拿更多的人头很难啊 为什么呢 并不是说三台电击起跳 你就完全没有机会 但是这一把是真的没有机会 因为外面的电击全部不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 怎么样才有机会呢 你要控制到电击 抓到遗产机 除非现在就是放弃这个 这个 这个叫什么呢 这个这个杂技演员 除非现在放弃这个杂技演员 然后你过去把一个调试或者空军秒了 哇这刀还没打中 这 这 哇 这 这名字对吧 叫杜利苏 就是他上一把的那个屠夫 射杀的 射杀的杰克 这老哥的前锋 他的一个路很腰啊 军工厂那一把就是一个直线掉头 把小陈给撞了 这这这这来看一下 雾刃一刀 没多 差了一点点 差了一点点 哇小陈这把好几刀雾刃啊 好几刀雾刃都只差一点点 在撞 哎 小秀 但是没有什么用 没什么用 这个已经是强弩之末了 你再挂回去 挂 挂刚才那个废墟这边 然后插眼干扰电机 会不会好一点啊 再挂这边 那 他的一个思路应该是挂在这边呢 我能守一个门 然后我待会把这个人给秒了 我守住一个门 我再管另外一个门 可能更有机会一点 但是我感觉拐电机 可能更加有一点机会啊 这边再摇摇摇摇 一刀 雾刃 击中 香水顶掉 来 这边感觉打个正色 应该也 哇 条项师还有手薄命 那太难了 点击直接量 追条项师 这条项师应该走不了啊 踩脚进入武器 不追条项师吗 不追条项师 那就更加没有了 因为你这时候追一个前锋 前锋进入大房 房间里面 大房里面的板子什么的 都没玩过啊 太难了 这局应该是一个三跑起步 前锋一刀雾刃能拿下 条项师那边的门应该能开好 这个时候赶紧切传送 传后门 没有传 没有传 三跑 当然 他肯定是不知道 这边一定有人的 对吧 万一条是不在这边 一传 但是你传了吗 还有点机会 不传吗 就一点机会没有 三跑 这把节奏太差了 节奏太差了 好的 那么本期的视频呢 全部到这边了 后面还有Miracle对阵BT 以及DK对阵BT的比赛 如果大家想要看啊 希望在视频下方多多留言 多多收藏 多多点赞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